创业板值涨于2% 深层值涨于1% 半导体 教育板块走强 网易财经2月23日讯 早盘A股三大指数高开高走 创业板值涨于2% 截至目前 创业板值拉升涨2.04% 库值涨0.59% 深层值涨1.32% 中央一号文件推进乡村振兴 农机 数字乡村 化肥农料概念股大涨 种业板块跳水 富邦股份能涨停 新冠药概念股反复活跃 汉语药也20厘米涨停 半导体板块拉升走强 忽然股份涨超10% 教育 中药 汽车 光伏等板块走强 油气 煤炭 地产 银行 数字货币等板块走弱 台面上 数字乡村 新冠药 半导体等板块涨幅居前 贵金属 油气 煤炭等板块跌幅居前 两市于3400股上涨 2月22日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2年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 正式发布 文件以稳字当头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劳劳守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和不发生规模性反批量调底线 确保农业稳产增产 农民稳步增收 农村稳定安宁 A股市场上 农机 种业 数字乡村等概念站上风口 2月22日 国家发达委再度出手伟媒架 从参会代表中了解到 当天15时 国家发达委经济运行局 召开伟媒架视频会议 参会单位包括陕西省发改委 陕西省能源局 山西省能源局 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 河北港口集团 我的钢铁网等 会议主要围绕当前煤炭市场价格情况 研究规范煤炭市场交易 稳定煤价市场工作展开 美国白宫发言人22日表示 总统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面 已确定取消 拜登宣布对俄罗斯主权债实施制裁 欧盟22日通过首文对俄制裁措施 涉及351名俄杜马议员和27个实体 发改委 能源局印发14.5新型储能发展实施方案 据统计 储能板块概念股有百余之 最新总市值合计5.56万亿元 据荒大证券预测 到2025年 我国储能投资市场空间将达到0.45万亿元 2030年增长到1.30万亿元左右 从目前的既有储能股来看 最新股价较去年11月以来 高点回撤幅度超过30%的有15股 这些股中 有多只股的市盈率还不足20倍 国城证券研报认为 两市指数前期调整风险释放较为充分 短期已进入红盘震荡阶段 需时间换空间 量能虽然不足 但是是市场震荡助理的特征之一 耐心等待市场不确定减少 同时重塑做多预期 或将迎来一波反弹行情 操作上 当前只要指数不再创新低 维持区间震荡格局 就可积极关注市场热点 把握板块轮动节奏 控制仓位谨慎做多 可重点关注东树西散概念 基建 盐湖体理 乡村振兴等板块机会 海通证券认为 A股弱势反弹后如期回落 短期仍有反复 但多方支撑和提振下 整体仍是震荡助理阶段 从实质性影响来看 海外市场的影响不大 也不是决定性的 股市还是要看本质 尤其是国内经济 政策等多方面的影响 包括上市公司整体的质地等 此前连续弱势反弹 以及悄悄板效应下 市场成交量迟迟未能释放 赚钱效应不佳 叠加多方担忧之下 回落只是时间问题 就A股而言 即便回落也是反复震荡 并没有大幅走低的基础 目前还需耐心观望 等待市场情绪的继续回升 此前低估值 以及稳增长板块持续跟踪下 超跌的高景气成长股 当前性价比凸显 连续调整后也可考虑逢低配置 博弈反弹行情 中原证券指出 预计护制短线小幅 整理的可能性较大 创业板市场短线小幅 震荡的可能较大 我们建议投资者短线暂时观望 中线继续关注低估值 蓝筹股的投资机会